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劳工受害 我要工作 不要回國 不施契約 劳工受害 我要工作 不要回國 不要回國 這些勞工 不管是在施大域選手村 或者是協助拆忠孝橋引道 他都為了我們台灣的國家的建設 付出了他們的心力 但是呢 在他們工作契約滿兩年的時候 他們才赫然發現 竟然他們的契約被無緣無故的 或者是說被欺騙的縮短的一年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一般外籍勞工引進都是三年的契約 但是他們的契約的簽法非常的奇特 那我們後來研究之後發現 這是雇主跟仲介特別的有意的欺騙他們 他們的契約的簽訂是2013年的8月10號 到2017年的2月10號 其實這個契約的簽訂的時間是三年四個月 但是他們真正進來的時間被延後了一年多 到了2014年的11月12月才慢慢的分批進來 但是他們進來之後真正工作的時間 幾乎有人不到兩年 那大部分都是兩年 到了去年的應該是今年底 到12月的時候 他們才被告知他們的契約即將到期 並且要求他們返國 那也就是說他們繳了三年的仲介費 但是他們的契約只有兩年 黃昌營造跟仲介聯手欺騙他們 把他們的契約縮短 簽訂了一個不實的契約 所以這是第一點我們覺得 希望今天勞動部可以專案介入去調查這件事情 第二點現在 在舊福法52條 不是已經通過了說 勞工可以不用契約期滿之後 可以不用回國嗎 那他們的契約已經被不實的縮短了一年 但是就算縮短一年之後 他們就算是 是騎滿到約 騎滿了也可以轉換 但是黃昌國際的仲介 怎麼樣處理他們的轉換問題 他們首先先告訴他們說 你們契約到了啦 那也轉不出去 所以呢你們就先回國好了 所以我們最早收到 勞工給我們的申訴是 仲介強迫他們在1月20號要回國 1月20號就是已經過去了 但是因為抗議以後才停下來的 所以他們那時候是被要求 1月20號要回國 甚至機票都已經幫他們處理了 所以然後 舊福法52條雖然通過了 並且說勞工你可以到期 不管是續約或者轉換 你不用再回國 但是實際上在發生的是 他們7月到期之後 常常是被強迫要回國 是被回國不是自願回國 那這是第二點 再來營造業的勞工 其實轉換並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營造業它有特定的工程進行的時候 才會使用勞工 那我們就想 這有117位的印尼捷勞工 在1月20號本來都要被強迫回國 那他的僱主是黃昌營造 試問黃昌營造有那麼多的工地 他沒有辦法去承接他們嗎 其實不是 我們知道了黃昌營造現在 仍然有案子在勞動部 正在申請引進外勞 也就是說黃昌營造其實他是一直需要外籍勞工進來做工地的 並不是沒有工作給他們 但是黃昌營造這些人為什麼一個都不用 我想這就是救福法52條通過之後 仲介因為勞工不必回國 這個規定 使他們可能在仲介費的利益上有了很大的損失 那他就用競速性的理由去背格他們 讓他們在台灣無法承接 他甚至鼓勵還有工地在進行的黃昌營造 引進新的外勞 而不要使用這些外勞 所以這個救福法52條通過之後 到底他保障了工人什麼 勞動部到底做了什麼樣子的配套 可以讓工人實際的在台灣得到工作轉換的機會 而不用回國再被中間不會自停 目前看到是漏洞百出 我們全部想要繼續工作在台灣 我們不想要離開到Indonesia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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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全部都已經賠償了 或是做工程的工程 在三年 並不是在二年 我們賠償了 去!去! 去!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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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就算讓我們 去! 我們去做工程 我們來做工程 我們不講解 我們先說 我們沒有氣力 如果 зай去给 proposed chemical 的 美朗盛棉 一定 了 提案 的 美朗盛棉 曰 不要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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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有請 黃開長 黃開長 那你 你在引述 您勞工陳情 可以稍微幫我們講解 好 那我們請 黃開長接受勞工的陳情書 然後跟我們講解一下 跟我們講解一下 勞動部大概會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那第一個就是說有關 勞動契約的部分 這個部分因為那個 黃昌銀照這邊他在 簽訂契約的部分 因為他以虛偽意思表示 跟這個勞工去做一個契約的簽訂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知道新北市政府 他們已經有介入要去做一個協調 那後續的部分呢 如果說確實 雇署或是仲介有相關的違法的部分 那我們當然是依 就在服務法相關規定會依法去處罰 那第二個就是有關轉換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了解就是 這個案子在105年的12月 已經有跟我們勞動部 申請一個期滿的一個轉出 那如果說因為這個案子 相關勞職業的部分 那我們看能不能進一步 看能不能去確保這個外老 在台灣一個轉換的一個權利 那第三個呢 我這邊就是再次重申 那原則上對於就是仲介 或是雇主有一些違法的情勢 那勞動部這邊一定會依法 依法去調查或做相關的一個處分 如果 peng考長一下 我覺得你會再重申 Ger aproxim 非常值得來的 我會遇性อง 第一次重申 Education 這個可以逐步